欢迎王建国 大家好 我是建国 我觉得我必须示范一下 该怎么吐槽这种流量艺人 说有一个艺人 年轻的时候在国外成名 现在宁可跑去男团当导师 都不肯好好做音乐 你粉丝多又怎么了 你看见男手术被人家记住了 我说的当然就是欧阳旧 你们是不是也以为 我说的是张一星 我真的 我真的很好奇 我究竟是做过什么勇敢的事 才会给你们造成一种 我为了红连命都可以不要的错觉 张一星是 第一个赶来我们节目的顶级流量艺人 在这里呢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这个不知死活的节目组 一星来的时候还说呢 说你们尽情吐槽 一定要很犀利 因为我想听听这个外界真实的声音 想听真实的声音是吧 张一星我现在告诉你我的心里话 我真的不敢 就像你这种一线流量艺人 你就总有一种错觉 你就觉得 哇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好温柔啊 一星他们只对你温柔啊 你要是不信你一会儿真的 你亲手拿着我的手机 用我的微博账号 给你的微博账号 留个言 发个评论 你就说 张一星唱歌真难听 然后你看看我的下场 我的下场 肯定比某些顶级流量艺人的 演唱会现场还要惨烈 当然我说的肯定不是你 不是你 当然了你也不能留言说 张一星的音乐是殿堂级的 他是个歌唱艺术家 你也不要 这样的话大家也不会很高兴的 因为人家喜欢你 不代表人家对业乐没有追情 所以我对你的评价值可能是这样的 一星哥你是我的榜样 因为你真的很努力 张一星的唱功很努力 曲风很努力 词写得很努力 所以你想欣赏他的音乐 你要很努力 我得请他那个曲 你看张一星的演唱会 你就恨不得吧 声音就给他关了 来欣赏他帅气的长相 我这 都是 都是客观评价 你看 你看张一星在电影 一出好戏里的表演 非常专业 口碑极好 欧阳娜娜你瞧 你作为一个专业的大提琴手 你演戏演不过流量艺人 你怎么回事 已经走十年了 走十年又怎么样 就算你出走半生 归来 我们一星仍是少年 你瞧我们一星多敬业 你看一出好戏里面 那个电影里 有一个桥段是这样的 一星为了这个电影艺术 竟然被黄博老师亲了一口 这个电影播出之后 所有的粉丝都惊了 我的天 那张一星不是说 他不拍粉戏吗 真的一星 就你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 让你的无数女粉丝 看到了西化 女粉丝 女粉丝都很激动 说我们以后也要当演员 要跟一星一起拍戏 还有的粉丝压制住这种激动 还试图理性地分析 说哎呀当演员呢 这个太不切实际了 咱们直接跟他结婚吧 旁边有人附和说 对对对 要嫁给张一星 要跟他拍婚纱照 而有些人 在丧失理性的同时 又不失智慧 说我们要用伯爵旅拍 跟张一星拍婚纱照 伯爵旅拍 想去哪拍就去哪拍 我要去张一星身边拍 不行不行啊 这干嘛都是夸的 我们毕竟是吐槽大会 是不是 我必须得狠狠吐槽一下张一星 你看啊 当年XO很活跃的时候 他们公司评价张一星的颜值 是C等 不是A等 不是B等 你瞧瞧啊 C等 我到今天才知道 我当时啊 我学英语的时候 我学错了 英语这26个字母 竟然是以C开头的 太神奇了 对不对啊 C D E F G H I 不别扭 张一星向来都是最努力的 那有的时候 每天要训练将近20个小时 这一听你说你 哪来的时间呢 一天才有24个小时啊 一天只有 一天凭什么只有24个小时 谁规定的 不应该啊 看来我不光英文学错了 我天文也学错了 我们普通人的一天 只有24个小时 张一星的一天 取之不尽 用之不解 在张一星的一天里 太阳落山 太阳在升起 还是同一天 对吧 一天啊 一天 一天有 365个日出 一天有365个 无别扭 今天我的出头 真的是太狠了 我得收敛一点啊 一星那个 虽然我这辈子都无法红成你这样 但是你的很多品质都值得我去学习 你认真谦逊努力 这些都不必说了 谁都知道 最重要的是 你天赋异禀 才华横溢 你一定能带领华语音乐 走向世界 我这么说 我就不别扭 谢谢大家 掌声有请 孤家寡人 王建国 大家好 寡人 王建国 我不恨张老师 不恨他 难为这个小胖子了 你看为了我们节目 硬生生要找出这些人之间的关联 哪有关联呢 明显就是硬凑的嘛 李克勤大哥来的时候都懵了 千里迢迢从香港飞过来 我要干什么呀 你要吐槽火箭少女 他怎么可能理解 你给他解释吧 越解释他脑子越乱 为什么 为什么火箭少女是全村的希望 这个村子怎么了 怎么这么着急去探索宇宙 为什么不先实现城市化 你再给他解释 还有好几个火箭少女 有一个还会泰拳 说一会儿又要来一个什么指挥家 又要来一个辩论选手 怎么这么乱 李克勤大哥崩溃了 抓住我的领子问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要让指挥家 指挥辩论选手去辩论一下 火箭少女都有火箭了 为什么还要练泰拳 我也吓坏了 我说李克勤大哥 你这普通话很不错嘛 国际友人 Sani 来自泰国 是一个泰拳爱好者 都说Sani是吧 过于热情 骚扰桃圆 弄得Sani就很尴尬嘛 上回杨超越 他们一起练舞 超越摔倒了 Sani你说都不敢靠近 大伙还说呢 说你这Sani啊 你看超越都躺地上 躺成一个大字形了 咱们就不去扶一把 对不对 Sani很尴尬 扶也不是 不扶也不是 说这大字形 这大字大 我泰国来的 看不懂中文 桃圆也不知道 怎么跟Sani相处 你说相处的太好了 太不好了都不行 相处不好了 人家会武功 你惹不起 相处太好了 他跟你撒娇怎么办 是不是 小泰拳捶你胸口 可不可 金城市就不一样 彩虹和尚团的团长 这位老师 咱们互相 桃圆之间相处的 非常好 很桃圆 他跟桃圆 相处这么好 是为什么呢 就是人家长期以来 这个生活啊 艰苦生活所磨练的 人家那个合唱团 演出完之后 400块钱 40个人分 没有任何一个人 有怨言 我们要同干共苦 废话可不同干共苦吗 谁会为了10块钱 出卖友情啊 杨朝月 关于杨朝月 我有很多话想说 真的就好像 我们肥宅界啊 就是很喜欢 粉这样的女艺人 对不对 虽然我真的不是 杨朝月的粉丝 但是没有任何人相信我 你们 你们很多人 都觉得我这样 什么符合杨朝月粉丝的 一切特征 200斤起步 不爱出门 不管你多爱干净 你都会认为 我从来不洗澡 是吧 浑身都是泥影 感觉我这样的人 走到街上 就自带一种背景音乐 是吧 脑袋都是泥影 全部都是泥影 小小的爱在家大乘 谁说我蹭不着 王力宏热度 说回杨朝月啊 你看我长成这个样子 以至于我都认为 我可能真的去看过 他的演唱会 是吧 这段虚假的记忆 在我脑海里 如此的清晰 就感觉我有一天 在家坐着 一听说杨朝月有演唱会 我马上起来啊 穿上一件 女黄色的 纯白T恤衫 走出了半年 没有走出过的家门 跟上了一百多个 由我这样的小伙 组成的队伍 带着雀悦的心情 和沉重的自己 就来了 是吧 你别看 别小瞧我们这现场 这区区一百人 十多吨呢 我们在担心 杨朝月的舞台表现 而杨朝月在担心 我们的身体状况 所以你们不要再 在嘲笑人家超越 唱歌什么 像哭似的什么 将心比心好嘛 台上是一个 二十岁的少女 台下是十多吨 燃烧不掉的卡路里 她能怎么办 她除了哭 她还剩什么 我们就很委屈 是不是 超越更委屈 人家超越觉得 明明人家的粉丝 男女老少都有 一觉得女团的 长得好看 就一定是宅男女神 凭什么呀 对不对 凭什么呀 我觉得我自己 我就不配做 杨朝月的粉丝 真的 你看咱们超越多好啊 年纪轻轻 就已经这么年轻了 也不好夸嘛 对不对 也不好夸嘛 但是说两句话 超越就是 天生招人喜欢 这个天生招人喜欢 是她的错吗 不是吧 对不对 我觉得有些人说 看到杨朝月就觉得 努力是没有意义的 这不对 这是瞎扯 我跟你说 这个世界上啊 除了感情以外的 所有事 只要努力 就一定要回报 对不对 所以这句话 她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告诉我们 就是 你不要对杨朝月付出 太多感情 谢谢大家 来 宋良兄弟 来 掌声有请 建国 这身高 大家好 我是建国 我和李旦 确实是很多年前 就见过大王 是这么回事 工作时候遇见的 那个时候啊 我们三个的事业 才刚刚起步 但是那个时候 人家大王就很干脸 一见面了 人家大大方方打招呼 过来就 您好 我大王 我说您好 我要不起 哎 你看 现在我们三个呢 又聚在了一起 现在呀 我和大王的事业 才刚刚起步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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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已经 人家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微博九十万粉丝 对不对 九十五万呢 还录过歌手这个节目 录歌手的时候 还发了一个微博 一个文章特别长 题目叫 张绍涵 说得清哪里好 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你瞧瞧 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很难想象 是一个拥有 九十五万粉丝的人 说的话 太小瞧世界人口了 我还问呢 我说大王 你觉得你夸张绍涵 那个文章 真的能让全世界 都知道吗 大王哈哈一笑 哎呀 怪不得 你混成现在这样 那个呀 是写给张绍涵 一个人看的 太坏了 其实我知道 大王你是真心 拿少涵当朋友 不然你也不会 为他流那么多眼泪 但是我们这种小哈 其实有苦自知 你说你为别人 哭了那么多 你为你自己哭过吗 是吧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不管是因为谁 我希望你以后 不要再苦了 我希望你开心起来 所以大王 想开心 赏杯是短视频啊 来嘛 来得太突然了 上面有我 还有李淡哦 大王没有你 但是你可以看哦 有我 有我 管你 有 就该欺负了 汪苏龙 非常了不起 你们知道 这个称号吗 汪苏龙人称 小学生心目中的 周杰伦 谢谢 过奖过奖过奖 人家这个音乐受众 好年轻啊 感觉能在这方面 跟他拼一下的 也就只有胎教歌曲了 而且周杰伦 不是还在吗 那周杰伦 在小学生心中 到底是谁啊 是不是 宝精沧桑 成熟稳重 引领过时代 最后又被时代遗忘 那不就是胡海泉吗 周杰伦 小学生心目中的胡海泉 哎呀 杰伦 你怎么混的 我 我好羡慕小学生啊 能在一档节目里 同时看到两个周杰伦 年轻真好啊 什么了 汪苏龙呢 还写过一本书啊 书里面写自己 对这些音乐的看法 谈论音乐 他说 他在书里写到 自己这个音乐啊 就应该站在金字塔尖上 承受这些个风雨 真勇敢 你知道金字塔里头都是啥吗 都是小朋友最怕的那些东西 掺着绷带 而且 而且金字塔尖尖啊哥 你能站上去 能站稳 你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你 对吧 你头顶上 还有顶着那些风雨 你脚下踩着 尼罗河畔法力无边的前辈们 这么危险的地方 玩音乐 哥 这 坟头蹦迪啊 太多玩笑 别生气啊 咱们说全哥 全哥 当代杰伦 人家真的很有成就 当时就被这个知名杂志啊 评选为 中国四十位 四十岁以下的精英之一 这一听 太了不起了 后来李旦和池子呢 又入选了 三十位 三十岁以下的精英 你就觉得这精英 也就那么回事 是吧 然后你又一吸一吸 你忽然意识到 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处 还有十位 十岁以下的精英 都在听着汪苏荣的歌曲 在那摇摆 每天给你写一首清歌 咱们今天 咱们要不别写清歌了 咱们该写暑假作业了 精英的世界好心酸 全哥确实非常成功 最难得的呢 他也愿意把成功的经验 分享出去 全哥劝过很多的 就做音乐的人 说你要当贝多芬 不要当房高 你想想这句话 真的很走心 我觉得肯定是 呵呵呵那个节目上说的 九过三巡 全哥一把拉住了 一个音乐人的手 我跟你说 咱们学贝多芬 好好做音乐 不要学房高 房高 房高画画的 咱们学不会 这我瞎说的 我知道人家全哥 真正的意思 就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不耽误你做艺术 这真的是明白人说的话 真的 我觉得全哥太了不起了 全哥你这么明白 你这么心点 你做艺术了吗 我怎么一句没听着 你的歌呢 是我耳朵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学贝多芬学成了 学龙了 学贝多芬学龙了 感觉 感觉全哥这些年 所有的经历 都用来美白牙齿了 哥 您说 您说您得拿是牙呀 您得一嘴手电筒啊 哥 别生气哥 你现在是不是不能去看 起剧电影了 您这儿哈哈一笑 观众不乐意了 电影院不许开闪光灯 哥哥 哥别生气 挺好看的挺好看的 我都能想象得到 山河老师对您的评价 优秀的歌手 在生活中看似平淡无奇 但是一张嘴 星光灿烂 张绍涵 我的女神 真的 刚才那个开场秀 你们还记得吗 张绍涵老师 张绍刚老师 这一家两口 这一家两口 在那个表演了一段歌舞 说来也怪 明明歌曲唱的是欧若拉 但是我看这两个人 在那唱唱跳跳的 我脑海中回想 一直就回想着另一首歌 我当时就特别感动 我说张绍涵真是了不起 善良的人天生就会被小动物喜欢 一会儿你们 看节目就好好看节目 不要给我们 向光老师扔面包 我错了 张绍涵老师我错了 我们节目当时开会的时候 讨论张绍涵要来 哎呦 张绍刚和池子 这俩人差点被我气死 他俩咋说的 我说你们知道 张绍涵当年多红吗 池子说不知道呀 那时候我还没记事呢 张绍涵老师说 我也不知道啊 我现在已经健忘了 谁能想到 有些人说不清哪里好 原来是因为 说的人记性不好 就是真的 我这个绍涵确实是我 青春最美好的回忆 我有一个暗恋的女孩 那个时候也是 特别喜欢张绍涵 也喜欢唱她的隐形的翅膀 她还曾经开玩笑跟我说过 说如果有一天呀 我能要来张绍涵的签名 她就会跟我在一起 绍涵姐 后来我自己给她签了 这么点小事 怎么能麻烦你呢 但是其实也不怪我 就是 我真的想让你签 找你了 找了十年 你哪儿去了 张绍涵沉寂了十年 终于又回来了 你看这是装扮 就是刚从海头湾 被人用网捞上来的 你看网还在身上 求大家网开一面 张绍涵 同款于网 哎呀 感觉我老爷用得上 特别好 特别好 这种精神 三天打鱼 十年晒网的精神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那个我看那个 就是全哥和绍涵姐的 那个节目 我真是看了 就是他上全哥那个节目 两个人聊天 说了很多走心的话 后来绍涵都哭了 然后海权就说 说这个 少孩呀 这全哥也疼你 有哪句话 我们说的刺耳的 你就跟哥说 哥给你剪掉 少孩说 哥呀 那个话是不刺耳 牙是真刺痒的 哎呀妈 哎呀妈呀 哎呀妈呀 没完了是吧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看三番了 开玩笑 我真的仔细看了 我看了好几遍 我觉得特别好 就是都很动情 然后少孩姐就说 说那个 以前就没在演艺圈 感受过什么温暖 说在演艺圈 交个朋友太难了 其实我觉得 演艺圈还是有温暖的 少孩姐你看 全哥这样的人 大王这样的人 虽然他俩不能相听并论 但是 你一边 全哥这样的人 还是 真的是演艺圈的温暖 我就觉得 您还是感受到了 您还是交到了 真心的朋友 所以我在此 衷心希望 我有朝一日 能进入演艺圈 那个感受一下 这些温暖 哪怕我的演艺圈 没有那么温暖 哪怕冷酷到底都挺 好不好 我想 我想进去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建国 大胖小子上场 有请大胖小子建国 大家好 我是建国 很高兴呢 又来到吐槽大会 认识了这些热衷于陷害朋友的朋友们 杜淳现在挺好的 现在健身了 瘦了 他以前这个脸上 肉糊糊的 所以拍戏的时候 经常作塞 这样 为了显瘦 是不是 他呢就是 把这个肉吸进去 显瘦 不管是特写镜头 拍剧照 哪怕有台词 他都照作不误 就作塞 导演一看 哎呀 太能作了 杜淳的微博 有四千多万粉丝 求你个事呗 就是能不能带着你的粉丝 入住这个 我们有视频APP啊 上面有好多赛道 就是说好多分类啊 分类上呢 有好多好玩的视频 听不懂无所谓 你上去看看 你去不去都无所谓 最主要是 你那四千万粉丝 一定要去 好不好 为了讲这个广告 我把他这四千多万粉丝 说的跟不是买来的一样 真的 我刚才还问呢 我说 纯哥 王飞才两千多万粉丝 你四千万 哥你是不是买多了 杜淳听完 哈哈一笑 王飞买少了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不可能 肯定不能是买的 我问过架起来 他买不起 黄爵竟然是周迅的闺蜜 周迅里有一本书呢 还提到了 他们两个之间的 这个友情 说黄爵看上什么东西啊 自己不舍得买 周迅给他买 周迅这个是友情吗 这就是有钱啊 你说 说黄爵看上一辆 昂贵的摩托车 周迅给他买了 过两天呢 黄爵看上一个昂贵的自行车 还去让周迅 去买 你说你读到此处 我真的 我的世界观 产生了深深的动摇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了摩托车了 还要买自行车 哈哈哈哈 书里面还写道 黄爵说 人生中呢 已经遇到周迅 这样一个人了 还能要求什么呢 哎 听 这句话 乍一听 好深情啊 现在一想 他这句话呀 就是看着购物车的时候说的 哎呀 还能要求什么呢 猜你喜欢 哎 哇 我都喜欢 所以黄爵后来演出 这个地球最后的夜晚 为什么敢自降一半片酬 是谁给他的勇气 是梁静茹吗 不是周迅 开玩笑 开玩笑 其实人家黄爵肯定也是为了艺术嘛 对不对 就是为了艺术 多拿几个奖也是好的 拿个金马奖什么的 是吧 后来这个片子呢 果然荣获了金马奖最佳摄影 最佳配乐 最佳音效三大安慰奖 当然金马奖他们也不在乎 对不对 毕竟你看导演必干拿过 女主汤维拿过 现在配乐音效摄影师都拿过了 是不是 这个片子的相关人士 谁家里还没个金马奖呢 谁家里没有呢 黄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开玩笑 这个 范田田 这个人特别神奇 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她是内地第一批新女郎 02年前的新回 在电影《功夫》里 真的就有她 黄胜衣没有台词 那算什么呀 人家范田田连戏份都没有 镜头在她身上一火 哐就过去了 你就感觉镜头被她烫着了 看完那段戏 你就觉得周星驰虽然不认识她 但是恨她 后来黄胜衣被雪藏 还牵连了一大批艺人 通知到范田田的时候 范田田都懵了 公司要雪藏我 不是 我早就藏好了 你们还能把我藏到哪儿去呢 公司说 哎呀 就是通知你一下嘛 通知你 你竟然能收到 看来藏的还是不够好 各位大英老师 老前辈 唐僧经典的这个形象深入人心 其实呢 也没有那么深入 全靠她 二十几年如一日 到处演唐僧 强行帮大家回忆 说这二十多年 周星驰没跟她合作 取经的路上那么危险 需要人保护 你说你的猴都不要你了 你是咋坚持下来的呢 鲍贝尔 鲍贝尔呢 确实找黑 他去参加朋友的婚礼 这也能上热搜 你看那个新闻标题 鲍贝尔凌晨 突然放二十分钟鞭炮 震怒居民 很过分啊 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他只是去参加婚礼 放鞭炮的不是他 他是无辜的 好在居民不知道这件事 你想愤怒的居民 哇冲到楼下 围住就是一顿打 打完一看 哎呦 打的竟然是鲍贝尔 居民们又放了 二十分钟鞭炮 庆贝尔呢 曾经连续三年跑剧组 见人就是我说 要演员嘛 给句台词就行 不要钱免费 最后终于有个导演 看不下去了 说都三年了 你还不要钱 你家底是有多厚啊 有这个钱 你可以自己去当导演 让自己演戏一样 哎 演者无心 听者有意 谁能想到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给中国电影界 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灾难 没有没有 还是人家 有很多优点 有优点 配角演的好吗 鲍贝尔人称这个 金牌绿叶 这个评价很客观 你举个例子 你看啊 比如说是 鲍贝尔和徐征站在一起 你从后面看 哎 你感觉这就是两个 普普通通的路灯 你转去正面一看 哇 影帝徐征和一个 普普通通的路灯 不开玩笑了 不开玩笑了 这次合作呢 真是感受到了 鲍贝尔的体贴 对工作人员 对编剧都非常好 把我们所有的 脱口水演员都折服了 都说 哎 愿意免费 去他的戏里客串 鲍贝尔晚言拒绝了 没有让双方都下不来台 是吧 但是我还是很尊敬鲍贝尔的 敢一直拍戏 敢一直坚持 我说换成是我 拍成那样 打死我都不敢 继续拍了 谢谢大家 我是建国 乐队全了 来吧 乐队先派人上来 建国 会听吉他的建国 大家好 我是建国 今天必须先介绍一下 张强老师 现在可能有的人不认识 可是你们知不知道 当年在很多地区 跟他齐名的人是谁 知道吗 邓丽君 他究竟资历有多审 就他哪年红的 红成什么样 我都不跟你说了 你只要知道一个信息 张强彻底过气 是在1987年 这有多早 你仔细想想 在87年的地球上 我不存在 霍尊不存在 张强美好的前途 也不复存在 你们肯定不理解 我对张强的感情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就恨他 我那个时候真的 羊肉串是一块钱四根 而张强的磁带是 两块钱一盒 我爸选择了张强的磁带 那个磁带后来我拿回来 我总挺 一边挺 一边苦 当时我就觉得 就那些个破格 一点自然味都没有 也敢卖八根羊肉串 我天哪 我真的 爸你现在在看节目吗 你看看现在 还有谁听张强的那些歌 而羊肉串 已经四块钱一根了 我小时候觉得 张强那个磁带 真的很可怕 因为封面上 有他的照片 那个时候 他就是这个发型 给我吓的 我问我爸 我说爸 他头发怎么了 怎么弄的 我爸说 这个头是烫的 我才几岁 我懂什么呀 我那个时候洗头 都不敢用热水 生怕把头烫成这样 霍尊 一个治愈系古风男子 治愈系古风男子 你听这词 感觉跟他并列的 还有画坨 扁鹊 李之珍 霍尊一首 卷珠帘 红遍大江南北 曲子婉转动听 词写得也优雅 你看人家这个句子 眷客好 美到眉间心上 人家这个句子 是个病句 你说你这治愈系歌手 你能治傻病 你连语病都没治好 霍尊每次上台 还穿个长袍 上台 是为了什么 其实是为了 遮盖他这个身材 你们霍尊发了一个照片 就他穿一个背心 那个照片你们见过吗 我天 浑身是挤着我 真的 胳膊比我都粗 你看完那个照片 你就觉得吧 就那些个眷恋梨花类的 红装等谁归的 空流一人憔悴的人 他一拳都能打死 那咋办呢 是不是 为了贴合曲风 就只能穿个长袍了 往台上一站 那舞台效果特别炫 长袍啊 头发呼呼的飘 你说你看你 古风歌词弄得不怎么样 古风机开得挺大的 没有古风机 萧山啊 演完这个缝纫机乐队呢 自己就组了个乐队 那个歌曲我真的听了 特别有感染力 听完你就觉得吧 刚被霍尊治好的那些个伤口 全都感染了 真的 他不光唱歌 他还去舞蹈节目 就一边跳 一边说 你看我这腰灵不灵活 灵活啥呀你灵活 我还不知道吗 就咱们这样的人 哪有腰啊 而且说自己跳的什么 breaking 就光光在地上 一顿转呢 转完之后 观众都懵了 说这个 这是机械舞吧 扫地机器人 我说打走卫生的阿姨 怎么股掌呢 再跳一个 再跳一个 我就下班了 极客俊逸 他是在好声音处到 那集我也看了 极客上面说 说自己是大梁山来的 条件很艰苦 来的时候坐货车 希望回去的时候 买得起机票 听着那个心疼了 后来网友一查 他那一身打本 价值五万多块钱 我嘛 我人穷至短 我也不理解 衣服能有多贵 是吧 一听穿了 五万多块钱的衣服 我想的是 哎呦我的天呐 那是穿了多少件啊 大梁山真的太凉了 后来就弄清楚了 其实他那身衣服呢 人家是租来的 真的你说 你怎么能这么诬陷人家呢 对不对 我就说嘛 里里外外 穿那么多件衣服 怎么能晒成这样呢 周比畅啊 他也是 我儿时的一个 非常美好的回忆 你瞧 不信 但是这才几年呢 你咋就憋了呢 曾经那个 铁血柔情的BB呢 哪儿去了 你把他还给我 你这个美女 周比畅当年那个 形象真的就是 非常的经典 让大家就是 印象深刻 大家还记得吧 就那个 穿个小西服 运动鞋 个头也不高 戴个弹镜 感觉他最火的歌 不应该是笔记 应该是名侦探柯南呢 对不对 你想啊 往舞台上一站 一副眼镜 亚军只有一个 对吧 百分之名 站探柱里唱嘛 以前 矮矮的 脸方方的 是吧 戴个眼镜 说永远不穿裙子 不穿高跟鞋 现在天天穿 你看穿完了之后 高高的脸方方的 不戴眼镜 BB终于想明白了 还是春春那样好看 别杀我 不要杀我 别杀我 杀完了我 你还得自己破案 BB那几年 火的呀 真的是 接着相闻 他还给那个电影 唱过主题曲呢 那个歌曲 非常好听 节奏感极强 是不是 有一种草原的风格 歌曲的名字叫 大家一起洗羊羊 一个柯南 跑去给洗羊羊唱歌 唱完了得死多少羊啊 不过这些羊呢 现在也不白死是吧 都四块钱一根了 没事没事 现在挺好的 样子挺好的 阳气 我呢 我为什么说到BB 我这个这些个语言 就这么卡通呢 因为其实真的 我小时候 真的是小时候 她是我们全家快乐的源泉 我妈就特别喜欢周笔畅 给了我一笔钱 让她 就让我给她手机充值 说这个要给BB投票 我很乖嘛 拿着那笔钱 买了好多好吃的 因为我太想 如果没有周笔畅 我就不可能胖成这样 所以呢 虽然 现在我妈已经把你忘了 但是我依然爱你 谢谢大家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